當然我們還是回到通膨 通膨風暴席捲全球 現在又步入了台灣的夏季店價 每一戶大概平均要多付500塊錢的電費 那麼到底這個時候 店價要不要動漲呢 引發爭論 有人說要動 有人說不要動 要動的是誰呢 商總說 還是要動好了 因為小吃店和家庭店價如果不動的話 這個通膨壓力恐怕會怕死人 那麼台宿的林健也說 這個店價如果不動的話 現在生意真的沒法做 所以店價該動漲嗎 不過其實除了店價漲不漲 跳電問題恐怕更大 因為劉德英自己說 他說我不擔心缺電 我擔心的是跳電 不只劉德英擔心 台化也很擔心 現在大企業都說 台灣的跳電危機 恐怕是企業經營最大的變數 您講的電網韌性不足容易跳電 這個是現在看到的一些現象 但是我們也是 也在應付這個現象 我們應付的方法就是 增加我們的備用電力 動漲並不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政策 這些的成本都大於現在的售價 那誰要去虧 但是這些虧的東西 假如全部都給那個 沒有錢買電的老百姓 那OK啦 但是假如去給企業 就不應該OK啦 好 葉教授 為什麼企業界這麼擔心跳電 我們為什麼會頻頻跳電 其實6月8號 台積電剛召開完股東會之後 還實在做沒面子 高雄馬上就跳電了 對 其實我們現在的供電 如果是穩定的 那你根本不用擔心跳電的問題 供電穩定你就不會跳電 據說南科 他們平均每五天要降壓一次 降壓供電 一個季度要降壓18次 沒錯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供電穩定的狀態 你也不用降壓供電 那你供電穩定的話 你也不會發生跳電 所以台積電 我覺得劉董事長講話算是客氣 客氣 因為他說 因為經常性的跳電 其實他背後想講的就是 我就是擔心缺電 各位 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 我們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如果沒有蓋好 各位 你看到這一張圖表 今年111年 本來應該有一部機組要上來 不可能 因為它是燃氣機組 無氣可用 這是大潭電草 然後明年還要有兩部機組要上來 也全部都是燃氣的機組 無氣可用 到了後年 2024年 又有兩部也是燃氣 問題是 經濟部已經告訴我們了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要到2025年才有可能完工 所以未來這三年包括今年在內 我們通通不會有新機組 然後你看到上面 上面這些是要除役的機組 逸陀拉股的機組要等著除役 我們知道台電一定會想辦法 讓這些火電的機組讓它去研溢 可是底下的核電機組 火電的機組研溢 核電的機組目前完全看不到 要研溢的一個跡象 所以這幾部機組三部 核二的二號機 核三一號 核三的二號 一旦準時除役 新的機組又完全上不來 那你就是缺電 所以劉董事長擔心的這個 經常性的跳電 絕對發生 我告訴你 阿關我們就等著看今年的夏天 今年夏天開始 就馬上就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然後講到台積電 為什麼劉董要這麼擔心 你看台積電去年的總用電量 將近170億度 他光一家公司 他的用電量就佔全台發電量的6% 然後2028年 也就是五六年之後 台積電他還有新的 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四座廠 四個地方都要蓋晶圓 然後我們幫他估了 總共會來到465億度的電 到了那個時候 我還不是用保守的 去年的數字當分母 我是估計那時候的總用電量 也會上升 可是即使就是這樣子 他的佔比還是會提高 而且提得非常高 1%15的電 全部都被台積電用掉 我們再來講 2027年高雄有六座晶圓設施 要完工啟用 光高雄這六座 就要用掉這個465億度裡面 111億度 就是高雄廠貢獻出來 所以現在在實施的南電北送 不可能再做了 到那個時候就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光台積高雄廠 他自己就用不夠了 怎麼還有辦法南電北送 自己電都不夠用了 怎麼可能台電還有多餘的電 可以繼續往北送 所以這個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我們最近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阿關可能也沒有留意到的是 6月1號那一天 我們的尖峰用電量 來到3677萬千瓦 你知道台電告訴我們 當天的備轉容量率有16.7% 這個備轉容量率比我們平常知道的 綠燈10%還要高很多 結果你知道嗎 到了6月7號 一個禮拜的時間不到 尖峰用電量剩下3510萬千瓦 可是你知道那一天的 備轉容量率多少嗎 11.4% 你不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尖峰用電量降低 反而備轉容量率是下降 而且下降了5% 我們會不會有機組在稅修或在休息 不是 這個6天裡面沒有任何機組稅修 發生什麼事 因為6月1號是個大晴天 6月7號是個下雨天 雨季開始了 這個禮拜沒雨季就開始了 所以太陽不工作了 我們就少了500萬 少了150萬千瓦 少了綠電 那麼回來談 跳電的背後是缺電 但缺電有沒有可能 跟我們智慧電網一直沒做好有關 所以現在市場上有兩派說法 真問不休 一派說千萬不能夠動漲電價 該漲電價 因為為什麼台電 智慧電網一直時時做不好 因為台電在賠錢 每天賠那麼多錢 也沒錢做智慧電網 所以我們趕快漲電價 讓台電有錢去做智慧電網 可以解決我們的跳電危機 但有另外說 現在通膨壓力大都不得了 3.39 你一旦漲了電價 所有的小吃店 所有的零售都開始說 因為反應電價我得漲價 通膨壓力就會爆表 對 所以電價該不該漲 其實我們觀察 從通膨來看好像不該漲 但是從跳電和缺電危機來看 應該要漲 本來就應該要漲 說實在話 我們台灣的電價已經連發動 連發動是 因為它每半年檢討一次 所以它等於就四年沒有調漲 你看台電現在還在那邊苦徵 因為政府規定它不准漲 不成長它確實有很多事情 它還不能做 然後更重要的是電價不調漲 我們每次都會講到節電 因為電不夠用 拜託大家要來節電 可是你如果去看到 全世界的這個電價的排名 你甚至會看到我們台灣 都是名列前茅 但另外就是這張圖所顯示的 全世界非常多的國家 在過去從2016年到2020年 他們的用電量都是呈現下滑的 人均用電量 成均用電量是成均下滑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說這些國家 只有台灣和中國 大家還認真用電 對 我們竟然跟人家背道兒子 很喜歡上漲的12.6% 別人都下滑 如果跳到下一張 茨老師認為是因為我們的電太便宜 我們的電就是太便宜 所以你看我們統計從2008到 這個去年2021 我們整個用電量 發電量的趨勢 是持續上漲 而且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講 今年2022年 這個尖峰的整個用電量 總用電量一定會在創新高 一定會在突破歷史紀錄 所以就更擔心了 劉董事長就會更擔心 擔心什麼 用電量一直在成長 然後你又沒有新基礎上來 所有的電 可不可以都給我台積電用 他敢做這樣子的要求 經濟部才不敢做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他就會很擔心 剛剛不是講到電價嗎 我們工業電價更低了 我們的工業電價2.4461元 我們的米生用電 每度電是2.5596元 我們的工業用電比米生用電便宜 比工業用電稍微貴一點 但是如果你跟全世界這些國家來比的話 我們是超級便宜的電價 我們超級便宜的電價持續了這麼多年 然後你今天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你說台電嘛 你又不讓它漲 台電據說一年要虧將近400億 385億 是 你就講去年就好了 天然氣價格上漲 結果台電好像沒怎麼虧 結果你知道它為什麼沒有虧嗎 為什麼 因為天然氣的這個採購的成本 是中油負擔去了 所以中油虧了一屁股 結果台電這邊好好沒事 所以它今年可能預期明年年終獎金 可能還可以正常的發放 沒有 我要講的重點是 我們的電價真的非常便宜 是該調漲了 而且已經4年沒有動了 如果你考慮到 我們剛剛講不是講節電嗎 你要讓民眾有節電 你要有誘因 丹老師你不擔心一漲電價之後 通膨壓力又更重 這個可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我坦白講 我今天針對這個電價的部分 我個人的看法是 確實應該要漲 你說不要一次漲 足漲到3% 你就慢慢調漲 可是動漲絕對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好 所以教授認為 還是要適度反映電的成本 特別是煤 現在貴得不得了 楓總 現在全世界都缺電 不是只有台灣缺電 剛剛教授說 跳電的背後就是缺電 只是我們的執政黨 不願意告訴我們這個真相 但其實拜登講得比較清楚 拜登說都是普丁的關係 害我們缺電 缺電已經變成國安問題 所以拜登直接甩鍋給普丁 但是他直指 美國也有缺電的問題 不只美國缺電問題 日本也有 日本現在也在供電拉警報 大陸夏季恐怕又會再度重演電荒 印度也是 印度已經好久沒有進口煤炭 這七年來首度也開始進口煤炭 為什麼 也是缺電 所以缺電已經變成是全世界的危機了 楓總 是 大家看到那個畫面上 剛才背後那個畫面上 你看那個右上角 那個西北煤炭的期貨價格 今年以來上漲了137% 他為什麼會上漲137% 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被下面那個天然氣帶動了 天然氣上漲了133% 結果因為天然氣的 這個發電設施比較少 結果譬如說2010年以來 美國已經發電燃煤的發電設備 已經要淘汰了三分之一 本來還有6%要淘汰 結果天然氣的價格一直在漲 我發電 天然氣發電的設備又不夠 那變成說我需要電怎麼辦 重啟那些原來準備淘汰的燃燒炭的 這種所謂的發電設備 其實是本來全世界 大家都不想再用炭了 對 就是環保 但是高麗莎又用了 你又要去核化 又要環保 結果天然氣一直在漲怎麼辦 就又不夠電 又回過頭來去 把那些準備淘汰掉的 這些水炭煤又把它拉起來 所以說造成煤炭價格又需求上漲 不只包括美國這種先進國家 連印度這種 印度 印度的斷電危機更離譜 剛剛阿關有說到 7年來國營煤炭公司 7年來首度要進口煤炭 國營煤炭公司 首度進口煤炭 而且四月份的時候 印度的首都德里 非常離譜 他有時候一天有14個小時在停電 一天14個小時在停電 對 這個其實這個還是自制的 還不包括突然性停電 譬如說舉個例子 有一家工程公司 他專門在做什麼 汽車所謂的一個航太相關的設備 他說每次一停電的時候 他的成品就shut down 他成品就全部打掉重來 他如果說今天要應付到 維持正常應用 他要用柴油去來做發電的話 是比跟國家的電力輸出 要花三倍的成本 所以說你看這個地方 印度從四月開始造成這種現象 你知道印度他學校停 不是因為防疫停的 是因為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電停課 造成工廠速度緩慢之外 其實印度曾經發生一件 人類史上非常恐怖的事情 印度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有六億的人口 連續兩天沒有電 太恐怖了 所以說這種 這還引發暴動 對 造成這種噩夢又重來 所以說造成學校造成這種 所以這個暴動又來了 還有偷電 風總帶我們來看 其實剛剛你也談到 電真的是一秒都不能停 航太產業一停電 完蛋了 報廢了 我們台灣晶圓代工業者一停電 張聰明過去曾經講過 他說一秒都不能停 因為停了之後 線上的那些產品 連半成品都不是 你不要以為停電之後 它是半成品不是 它就全部報廢了 所以我們回來看 雛能是最近最夯的族群 對 這個電的東西 要靠國家來做 等於說開源要靠國家 可是廠商能夠製救什麼 就是在電還沒來之前 讓電能夠有中繼 能夠暫時能夠 讓我能夠接近 不斷電信 對 等到電來了 所以說不斷電信 其實我畫面列出來的六家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錯的公司 可是如果你要考量到位階 跟他的所謂的產業的一個寬度 這個其實還有點髒 台大電不用講 台灣我覺得 對國家最有貢獻的綠能 很多龍頭是台大電 可是台大電的股性比較穩 對 所以說它是百貨公司 所以說台大電 喜歡做大龍頭的 比如說你喜歡做台積電 喜歡做紅海的台大電 絕對是你可以注意的標的 那續準是千金股 可是它成效量比較小 我們就把它當作標範 把它看著 比較會標的是哪一檔 你看這裡面來講 聯合再生 它本來是已經開始轉營了 很可惜 因為太陽的那個轉蛋失望 所以太陽那塊 會把它儲能的成長把它壓下去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這種是小型股 這個中芯電是充電加儲能 我告訴各位 這兩檔你都可以留意到 中芯電和東元 對 我覺得今年下半年 大家注意到 如果說像剛剛教授也有提的 還有像我們剛才說國際情況 夏天很快就來了 我告訴各位 今年在台灣來講 這家公司絕對會是 今天下一年受惠的公司 很大的一個受惠面向 為什麼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有兩大股東 一個叫做保佳 陳寧凱 另外一個叫做華新的交友輪 保佳為什麼成為他第一大股東 為了是東元的儲能的能力 國際的儲能龍頭叫做Fluence Fluence來跟東元合作 拿到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台電的標案 我們來看看他的K線 打開他可以 這段為什麼他會跌 因為父子之爭 兒子黃玉仁 他的靈光跟他引進來的外資 有沒有 在賣 現在如果說到了一個段落之後 其實你看到沒有 將來他的鏡子是36塊 你看現在離這個鏡子 36塊還遠遠在這上面 現在遠遠低於這個鏡子 而且陳寧凱為了他的儲能 華新的交友人為了什麼 華新交友人公開說 東元的馬達做得很好 東元電動車馬達 你知道那個車王電 200顆的電動巴士馬達 都是誰 給東元 對 東元還是納智捷 玉龍納智捷的 電動車的馬達 東元 還有全台灣只有一家公司 會做那個風力發電的馬達 是誰 東元 中國大陸路上行的 這個風力發電的馬達 很多都是東元做的 跟金力集團一起合作的 所以只要缺電 這檔個物就有機會動 又除能 又有電動車 又有馬達 其實我覺得東元可以好好留意 我們也來談一下電動車 因為既然油價高漲 電動車就非常有機會 特別是最近值得關注的是比亞迪 比亞迪真的太飆了 市值已經破兆元人民幣 把所有的電動車都帶起來了 是 其實各位觀眾 如果說中時觀眾 其實我在5月底來的時候 我就說了一句話 我說6月的大陸股市 惠米美股更有戲 我說你要注意到 跟大陸股市的聯鬥 那時候我講的金星 我說金星是什麼 金星是寧德時代跟比亞迪 還有國宣高科 這三家公司的電子管理模組 所以說你不管是比亞迪 我通通都有來金星 有沒有 今天來到波段高點 好 我們大家回到剛剛看 你看大陸股市 太厲害了 今天我告訴各位 比亞迪太厲害了 今天不只是比亞迪 今天其實連那個什麼 你的時代也漲 這些其實裡面有很多 是傳統的汽車公司 對 也就是說 其實是大陸那個汽車政策 又持續在做發酵 所以說你看今天陸股 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好像亞洲股市 今天亞洲最強就是陸股 陸股就是尾盤一直拉上去 我又說過 因為陸股要長追六趕七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來 我們再看公格 你看在這裡面 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這個在今天之前 台灣的像這個禮拜 很多電動電池概念股 都在發酵對不對 是 下個禮拜不一樣 來 下個禮拜看這個 車用林組件 為什麼 除了你剛才看到 那個陸股的表現之外 今天有一個美感 今天的梗頂 尾盤搭上來 為什麼 輸最高 禮拜一要結束 要關禁閉結束了 要出關了 對 要出關了 所以說他今天已經開始做表態了 你看他也帶動了什麼 倉佑 李維希 你看這幾檔都是標標準準的 這種所謂車用林組件 我覺得在這裡面來講 來 我們看 地保對值得注意 為什麼 我們要看下面一張K線 6605 對 你看 你一定會說好像每一檔幾乎都 都很強 六月份都開始漲 為什麼我會挑內檔股票 地保 很簡單 因為你看 提威希它平台已經突破 其他都還沒有創新高對不對 提威希做平台已經突破了 屬性跟它一樣 可是獲利數字 營業規模比它更好的地保 比它更有資格長 我們看下面一張 來 為什麼要講地保 各位 剛剛 我記得鍾寧剛剛有一張照片 什麼三個 紅海的電動車照片 你知道紅海推出那三台電動車 那個車燈誰做的 地保做的 紅海的那個原型車 就是地保幫它做的車燈 這是第一個 而且地保是全世界第一大的AM 我們說今天商機有兩個 你說只有AM 可是車廠我需要車廠 我車廠要出的又不是你售後的 所以我又有售後的 副品牌的AM 可是我跟大陸很多車廠 你看這些車廠 什麼吉利 江淮 我就不一個人念 他全部都是幫他做OEM 他直接賣給大陸車廠 我直接幫你做 所以說中國大陸的政策要吃得到 要有OEM 然後北美的市場要吃得到 要吃什麼 這個AM 所以說耿鼎 其實他是吃北美市場 他中國大陸那個汽車政策 不見得吃得到 你看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講這是月線 地保為什麼這段下跌 因為這個叫懷幣奇墜 他2016年的時候被賓士告 你做得太好了 那我怎麼辦 你又辦得那麼便宜 可是現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和解 已經賠償掉 賠償掉之後你看多厲害 去年還賺6.85元 今年地基賺2.82 全年要挑戰 我看過報告有寫12塊的 淨值高達88.23 來 最後做一個超級比 你看這些東西 耿鼎 這四檔指標股裡面 本益比最低的是誰 地保7.2 而且淨值你看88.23 這麼高的淨值 國家淨值比只有0.82 現在的位置點 是不是在剛好這低點 而且連續低檔放量 要做三角形收點的突破 所以我認為非常值得注意到 好的一個世界級規模的 這種所謂的AM跟OEM的大賞 的一個比較的一個好 我們剛剛帶您關心的是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國要公佈5月份的CPI 它會牽動到下週的升息 以及全世界的通膨風暴